看透新闻神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那既然现在感觉上 台湾的防疫措施做得不错 所以我常常讲说 既金国先生的经济奇迹之后 台湾又创造一个防疫奇迹 Anyway 这是目前的现况 然后呢 问题是 防疫之后呢 我们的经济 目前 我觉得是陷入很大的问题 我做很多的小黄啊 他们这个 现在的收入只剩三分之一 很多的大饭店 五星级的 现在是卖 卖便当在过日子 到底要怎么样去 让这个经济 能够在防疫之后呢 能够呃 慢慢的起来呢 我们今天分享 刚刚请到的是 国民党的立委 郑立文 立文你好 师辰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立文 前一阵子 国民党跟好像 协商结果破局嘛 国民党是 党团是坚持要发现金嘛 可是好像行政院说 我发那个 一兆五千亿啊 纾困方案 我不晓得 这个一兆五千亿 到底怎么发的 因为世界各国好像都是 直接现金哦 拿人的手里面 对吧 像澳门 像香港 像日本 像美国 最近就是美国 大家都收到川普的机票 上面写川普 这如果台湾已经引起仙人大波 收到你的机票 你要算起用 你的人头当做杀赢 对不对 这个发是国库的钱 不是你的钱 不管 不管了 那立文我想问一下说 那你觉得现在到底 我们要怎么样去 纾困也好 就是让经济起始回升也好 会比较有效呢 其实我最早开始讲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推600亿吗 对 那这600亿里头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有200亿是用来抗疫的 防疫的 比如说做口罩啦 什么国家队啦 然后很多医疗用品啦 所以600减 200剩400 剩400 400亿里面呢 大家要搞清楚 有200亿叫做纾困 有200亿叫做振兴 好 那什么叫做振兴呢 先讲振兴 纾困大家都知道嘛 纾困就是说现在 我常开门没生理啊 我活不下去了 我公司开不下去 我店开不下去了 那什么叫振兴呢 振兴是说叫做 疫情结束之后 对 因为你现在给你钱 你也不会去消费啊 因为你没人家做梦啊 也不鼓励你现在去绕出消费 也不准你啊 对 所以说你现在不是没钱的问题 现在是你不敢出去消费去玩去看电影 电影院通通都关了啊 也没得看了啊 对 所以说呢 等到你疫情结束了以后 其实经济自然就会 你就不担心了嘛 你就正常消费正常振兴了嘛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等到疫情结束了以后 再来发库碰券 再来发这个什么折扣券 对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 已经是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已经不是现在的重点了 对 对 所以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是纾困 对 我讲过很多次 而且我每次讲都讲三次 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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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有人过不去就趴过来了 是 就关门了呢 对不对 好 那纾困呢 你刚刚讲到说 好 本来不是讲很久吗 对啊 跟他讲说 你这个钱也太少了吧 太少了啊 好 然后我们的经济部长就说 啊 那美国比较有钱啊 讲这种话啊 好 后来呢 这过程就不用讲了 好 后来呢 就说 小英就出来讲了 就说 哦 我要一兆 这一兆里头有九千亿 是贷款 哦 并不是真的给你钱 什么叫贷款 贷款就是你跟银行 要还的 你跟银行借钱要还的 对 所以政府是 其实是叫银行说 人家来贷款 你就要贷给他 总共有这九千亿 并不是政府支出九千亿 我懂 对不对 我懂 政府顶多就是补贴银行的利息 对 的损失而已嘛 对对对 好 所以说原本的六百亿 现在是增加的 其实是一千五百亿 嗯哼 好 那么增加了这个一千五百亿 里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 有很多是振兴的 对 你现在根本就是还不济及嘛 好 那么现在的纾困呢 它的比例太小太小了 对啊 就它门槛很高啦 对啊 真的可以受贿的人非常非常小 对对对 不然你去问 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九千个 放无薪假的员工 无薪假的劳工了 你去问有哪几个有拿到 对 然后呢 你现在很多的企业 贷款啊 连贷款贷到的比例都很低 哦 好 这样回过头来 那为什么国民党说要发现金 对 我最早讲的 对啊 我跟他们讲说就是要发现金 不是消费券 对 也不是酷碰券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前天才去吃一家餐厅 我现在很认真哦 我很怕这些餐厅倒掉了 你去去消费让他们 是从大三元关门之后 我就很认真的 我现在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说大家要认真的 不要让这些老店 好 这个消费一下 老板就跟我讲 对我来讲 对我老板来讲 我现在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关门 对 好 因为我现在关门 像大三元这样 我暂时歇业 每天开门就是赔钱 对 那我现在我歇业 我只要付房租就好了 对 对不对 房租我还可以跟房东 对不对 打个折嘛 对 什么之类的 对 我只要赔房租就好了 嗯 可是我如果每天开门的话 我要付房租 我要付水电 我要付薪水 对 我要付税金 对 那我每一天都要付现金出去 那你今天 政府说 缺钱 去贷款 银行都会借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叫我借钱 我每天开门 因为我不能够关门 关门我员工没薪水啊 那老板跟我讲说 我为什么认真的还在开 不然我员工吃什么 对 对我来讲很简单 我就是关起来 我每天 我每个月赔租金就好了 对 对 可是我为了我的员工 我很认真的开店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他需要的是政府给他现金 付水电 付租金 最好是免税啦 税金还竟然要给人家收 然后呢 付薪水 对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欠现金的原因嘛 对 然后你付薪水 如果雇主关店的话 你政府是不是 就美国的做法就是这样嘛 为什么要每个人发钱 企业也会发钱 因为我现在需要的是救生圈 对 而不是鼓励人民消费 人民不是没有钱消费 人民是不敢出门嘛 对 好 那所以你现在应该是说 所谓的纾困 我需要的是救生圈 那一开始的时候 呃 蔡总统啊 苏贞昌啊 都告诉我们说 啊 这个正 台湾的经济体质很好啊 我们现在没有经济不好啊 体质不好 只是一时的疫情而已嘛 问题是说 这个疫情不是一时啊 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 对 我如果对我起业 或我开这个店来讲 硬撑两个月 好没问题 对 现在是两个月吗 对啊 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还是三个月 对 还是半年 对 还是一年 还是会再回来 我怎么知道 啊 我要怎么撑下去 你要叫我不关门 对不对 因为我如果关门 是不是失业劳工满街跑了 是 好 你要我不关门 那你不给我纾困 我要怎么活下去 你又说你去救钱啊 现在银行都会救你啊 而且我所有的委员 在之前的 纾困1.0的方案出来之后 就已经讲了 所有的中小企业店家 都是看得到 吃不到 对啊 你知道 你知道 立文我想到一个 当然这个故事并不相当 有时候 比如说你去赌博 对不对 赌一赌 然后你钱没有了 然后那个 那个 开赌博 开赌场 还救你啊 对 还真了 不要看 拿下去 够够够伴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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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那一位就说 你钱借给你之后 你钱有了 无论你得继续赔啊 对啊 那赔完以后 你这边还得继续付这个这个 借来的钱的这样的这个房这个这个利息跟本金 然后这边再继续付 你两头都落空啊 这个对店家对商行来讲 这个是不可承受之重啊 而且银行为什么要谨慎小心 对 我现在政府很大方啊 都叫我们银行都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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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借啊 万一收不回来呢 对啊 万一收不回来呢 对不对 那以后问题不是更大 所以银行也不能不得不小心啊 对啊 那以后是怎样责任致富吗 对啊 我银行如果倒了你政府要来要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之所在 利文我问你哦 因为我们政府到底真的不知道 还是他在想什么心事 我举个例子 我前一阵子访问过华国饭店的CEO 嗯 他说他们过去哦 他过去以前签那个呃 这个员工薪水高兴 哎现在发薪水的高兴 现在没生意呢 对啊 那个他们的五星级饭店 千六块还付两顿早餐 是啊 然后还是没有人来 没有人要去住啊 对然后他们消费一千 然后给五百 给五百是没有 给五百就是五百就可以来花钱 结果他们现在是卖便当在过日子 我说的不是一家五星级的 现在很多饭店都是这样干啊 我是第一个 好 总咨询的时候 我之前我就讲了 好 就说我们需要一个经济的诚实中 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 就是熊师旅行社的 熊师旅行社这么大的一个旅行社 的老板讲的 对 因为他现在零嘛 零啊 所以不能出团不能接团啊 你想想看他零嘛 对啊 他零他只要一开门 他一个月的支出就是两亿呢 两亿呢 因为他好多的小的旅行社跟他 那他以前的营业可以说 譬如说二十亿啊 对 现在是零啊 对 我只要一开门我就两亿 请问他要怎么办 真的 然后你刚刚讲到饭店 精华酒店 也他不是他们那个所有的高阶主管 跟那个董事会 全部通通今年都不理系 不理系 对 那他就讲了 他说我们现在经济需要的是叶克膜 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直说 你吃感冒药就好了 就是你很鸡同鸭讲 好 这是师承刚刚讲 也是我一直想要知道 好 那我们收集一下 再请立文来继续阐述这一段 哈喽 欢迎回到郑文豪诗诚 我是郑诗诚 今天请到的是国民党立委郑立文 来谈谈政府的对于新冠疫情的疏困 到底是有没有达到点 刚立文在广告之前特别谈到说 有些酒店说 对不起啊 我们需要的是叶克膜 现在给我们感冒药 政府说感冒药 感冒药吃到我们现在这么病重的 这个病人身上 没效的啊 不是需要呼吸器啊 对啊 所以那现在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就刚刚师承在问嘛 就说 啊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抗疫啊 防疫是超前部署 顺势中 厉害 很严格 对对对对对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防疫成功的原因嘛 是 那为什么经济觉得说 没效没筋啊 对啊 没效没筋的感觉 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台湾的疫情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严重的低估了这个疫情 乃至这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好 譬如说现在 郭明星我刚才讲到他嘛 他也讲说 不会啊 因为最近IMF做出了一个最可怕的 国际货币基金 对 最悲观的一个预测 就是呢 这个今年呢 全世界的经济呢 会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 一战之后的大萧条 嗯 最严重的 讲的非常的严重 会多严重不晓得 本来说今年全年的GDP是正的2.9 现在的 现在是负四耶 负四耶 差了六耶 好 那因为是负四嘛 所以我们那个财政官员就出来讲说 啊不会啦台湾没有那么严重不要紧张啦 啊因为台湾又没有封城台湾又没有怎样 是啊台湾是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也没有要求你像美国这么大 对啊 这么大 台湾一千两百块美金啦 台湾现在这个纾困跟全世界比起来还是小儿科啦 你不要以为说十一兆很多 日本比起来我们还是很少啊 人家美国发两兆美金耶 美金美金耶 人家带着一人一万块美金 一人三万块台湾已经领了 一千块美金带着已经领了 所以说我们已经比例 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纾困金额最少的人 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我们并没有夸张 是他们太低估对经济的严峻的一个影响 而且也太低估这个疫情结束的时间 哎现在是这样 他们是很惨是没有错 全世界很惨 他们都封城 我们刚刚在讲说 那要封到什么时候 好就算不封城 也是像现在一样 你要低度的旅游啊 低度的交流 对 还是一样非常 就像你现在中国疫情不是解除吗 对啊 但他们是管得很严 会 因为你一不管的严 疫情就再来了 可能就回来了 就卷土重来 对 所以你 这个疫情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真的不能够过度乐观啊 真的真的 所以我不晓得 因为连民进党的委员也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政府为什么神经这么大条 为什么凭什么这么乐观 怕引起更大的恐慌吗 他不 他不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才恐慌啊 不是 那个连高嘉宇都说 好像我们这个政府不食人间烟火 是不是食人间烟火啊 可是力文 很奇怪 世界各国的sample都摆在那里啊 他们都用发现 但难道不会学我们这样 就是我这个纾困贷款 怎么就好了啊 这样我政府不用发什么钱 可是 不晓得连美国都搞那个无线QE啊 我需要印钞票给你啦 没见过啊 没见过啊 无线QE啊 可是问题是台湾就说 哎 哎 我的政策 连股神巴菲特都说 我活到今年89岁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 不是吗 巴菲特的玩笑说 我 我生 心白金化百百 没有看过股市锻炼 然后第二天 我没看过第二次股市锻炼 美国股市 可是立文不懂 我真的不懂 你说他不知道 世界各国的例子很鲜明的放在那儿啊 我跟你讲啦 你前面哦 头前那六百亿了啦 一开始我们不是给六百亿吗 开不完啦 这种东西是 开不完啦 对啊 发不掉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老百姓说看得到吃不到 吃不到 对 好你现在他从善如流说我再多编一些 我觉得这些部会首长他根本发不出去啊 对啊 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尤其那个是那个什么抵用具那个就不必了 对啊 他根本发不出去嘛 对 所以你根本没有接地气 没有去看到老百姓的需要 对 而且是官僚作用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 我认为他们就是不懂经济啊 他们一个 那这一次还好他们有听诚时钟的 嗯 对不对 还好苏珊昌 苏珊昌最近也也开始在慢慢在逆时钟了啊 哦 但是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武汉要回来到底住记要不要取消啊 对啊 他不就逆时钟了吗 对啊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他们有乖乖的顺时钟 嗯 否则的话我们连防疫可能都会出问题嘛 对 那防疫成功了以后呢 在经济这一块 我觉得真的就是民进党的弱项 这种事情 你说政府没钱 对不起啊 我们钱沾花好几兆了 对不对 这要花好几兆 那我们政府 这些钱花下去 基本上是会得到回馈的 就跟过去这个所谓降低存款准备率 强力货币是一样的 怎么会 所以我们政府都没有想到是难道是因为立委会不会跟政治有关啊 因为在义党主张我就不认了 有可能啊 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慢这么多拍 嗯哼 你为什么等到在义党讲了这么久了以后你才要动一下 对啊 你刚才在选一样嘛 对啊 你才选到五春嘛 对啊 不是说明年要选戏啊 你现在要开选 你又不是川普 川普是年底要选啊 对对对 所以川普现在很用力嘛 对对对 美国很惨啊 就是因为川普还是在想选票嘛 对对对 但是你就已经逗了嘛 我觉得我们虽然可以安然安然 我目前为止感觉上可以安然度过防疫 可是防疫之后的经济可能会呈现非常大的问题 那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对对对 立文 这个东西我觉得 不然的话你美国为什么要 我一开始就讲了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发钱 那个苏贞昌跟那个我们经济部长沈农金一开始讲说 哎你现在发钱给老百姓他没拿出来开啊 他会放在那里就收起来啦 你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 你以为每个人家里都存很多钱吗 真的 可以在这个时候三个月没工作都没有关系吗 真的真的 吃老本就好了吗 真的 你不知道有些人是每天是负债度日的 没错 台湾这种低薪的社会 很久了 他要过日子就很正常时候就很辛苦了 那这种人他一旦没有薪水收入之后 你要叫他吃什么 老百姓会把钱给你偷偷存起来啦 居然跟我说这种话啦 你是发多少给他啊 你才发多少给他他要存起来 不是立文你知道吗 刚刚立文讲的非常好 立文真的非常了解民间疾苦 很多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问奖的家庭 一个月可能他一个人开机车全家负担全家 对啊 够五六万 现在存三分之一 你说哦 没错 剩三分之一 生意很差 一个月两万块钱 对 然后他家里又没现金 所以我刚刚讲到一半就说 所以美国那时候就开始 华人就开始买枪了啊 真的啊 为什么 他不抢 当然我没有收入 美国很多都是靠时薪 周薪在过日子 对对对 我现在没头脑啊 我没头脑吃 你要叫我怎么 我来唱啊 店都关了 我没有办法去抢 以前都抢店嘛 抢店对 因为店里头有收银机有钱 现在店也没开我去抢谁 我去你家抢 就是为什么华人最斯文的 有没有 对 都要买枪 开始买枪 对 真的就是有人被抢了啊 对 那你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 社会动荡的问题嘛 你这些 你在这个时候关掉的这些企业 你以为经济好了之后 他就会重新开 就回来了 从头都在聘回来嘛 对啊 你也太天真的吧 对啊 这些人很可能就从此失业了 真的 那你怎么办 对 你就变成未来会留下一个 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啊 然后你去 那个什么前瞻基础建设 八千八百亿都丢到水里面了 都乱花了 看老百姓之铠 对 现在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 各你花一个钱而已 你看嘛 立文你也最了解美国 美国现在领事业救济金的排队啊 是啊 每天去排队 以前在 你怎么办 以前在金融风暴不过几十万 现在几百万在领事业救济金啊 对啊 显然这个经济状况已经出现 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了 非常严重 对啊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 联合国 IAFF都告诉你说 很惨很惨很惨 而且会更惨 现在还不见谷底 嗯哼 立文会被我们防疫做得太成功了 我是这么看的 我看法跟你一样 嗯哼 他觉得自己防疫很成功啊 所以台湾没有经济的问题 嗯哼 你怎么可能置外于全世界啊 对啊 对 光是 光是观光产业这一项 比如说你在 这个防疫期间过后 你有就恢复过去的荣景 每天出团 然后熊市就可以一个月收二十亿 不可能嘛 我同意 就是说台湾经济受到的冲击 无如像其他什么意大利美国 这么的惨 的确是 我们的确没有这么惨 但是就我们刚刚举例的 这些观光旅游服务业 现在就很惨了 是啊 你也是沸水车系 我刚刚讲水电费 那水电池很贵的 电池很贵的 电池很贵的 大天又要来啊 他跟我说打折啦 少加5%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寻我开心吗 5%你也好意思讲 是给汽油吗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你起码水电费不用轿 对啊 你这就是国营企业嘛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澳洲最早开始 就说水电费免缴 就说你不要再叫老百姓 这个时候 我已经没有很紧的收力 还要缴钱 对 我还要掏钱出来 交个水电费 然后跟我讲说 有有有 政府会帮你 我们打个折 他不帮还好 是不是越帮越生气啊 真是的 好 我们收入学家 一期会到我们 郑无好时辰 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郑无好时辰 听郑诗诚 铁口之段 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 郑无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国民党立委郑立文了 来谈谈这个 我们防疫之后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去振兴 我们的经济 这非常重要 立文 刚刚我有想到 我们政府 为了让民众减轻负担 那些税金延后一个月 有没有很好笑 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 一个月是 我五月的时候没钱 我六月的时候钱就都来 真的 搞什么事情 就是说 只要讲到税 就永远是铁板一块 真的 然后呢 可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做得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做不到 为什么 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减税 你为什么不能够就免税 他永远就用一个理由 就说 哦那要修改法律 因为你要修改税收 要修改法律嘛 我说还不简单吗 你现在纾困条例也是法律啊 也是要立法院通过啊 你认为有哪个立法委员 会挡你这一条 你绝对不会挡啊 就是他不送嘛 对不对 然后跟我讲说 有我们现在有延期 我们有说以后再缴 还有可以分期贷款的 就是 不然立文 你们在党不许 不然蔡立文就发布紧急命令了 就什么事就解决了 他也不愿意啊 是不是 就是有遇到这种事情 通常都是执政党 乱发紧急命令 在野党就说 你是不是有违线 你怎样你怎样 只有说 现在已经遇到这种情形 你为什么不发布紧急命令 不用啦 台湾现在又没有封城 台湾现在又很好啊 然后叫你是睡不要觉 这样违法啊 很奇怪吧 就是 我是不理解 他们是很矛盾的 对啊 我觉得他们在防疫上面 真的做到很超前 对不对 可是在其他的部分 就 里里老人 真的里里里老人 对啊 而且立文 对不起啊 我们没有在唱衰政府 我们在提供一个 当你防疫成功之后 面对的问题 如何去解决 不要等你 又遇到那个经济问题 你这太坏了 那时候可能 就会立文讲 有些企业泡下去 就回不来了 快回不来了 而且你这种东西 通常都是中小企业最惨 对 小企业小餐厅 虽然连大餐厅都挺不住了啦 那你更想看有多少 全国有多少 嗷嗷逮捕 现在是吹哩蛋 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还是你可以想得到的 譬如说我们刚刚说 旅馆啊 饭店 对 那旅馆饭店 还有很多是靠旅馆饭店 维持的小生意 小企业 这些也全部倒了 怎么办 对啊 因为他的衣食父母倒了 他的工艺商什么都去倒了 对啊 那这些一连串的连带的下去 其实范围还蛮大的 那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觉得政府现在真的是反应太慢了 那我觉得 我不晓得 也会也是 因为520要到了嘛 那怎么样能够去 延续政治生命 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考虑 那这个时候会比较保守 不敢犯错 也是 也不无可能啦 可是问题是 立文 我就怕政治影响你该做的事情 是啊 那现在因为 因为现在他们就是跟上次样全面执政 然后立法院又过半 过 实质过半 是啊 所以我讲了一天 我们都狗先门连着全拼一张嘴 他们如果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是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 问题是 真的到时候是全民受害呢 是啊 是啊我觉得 就是说 他一定要等到情况很惨了以后 就要再来走啊 对 那因为 我说实在的 你现在业者虽然苦哈哈 然后呢 也希望有大家帮他们讲话 但业者也不敢得罪政府啊 也是啦 因为他现在伸手跟政府要钱啊 也是啊 如果说你这个话这么大声 我就让北京卖给你这间 这间的呢 所以业者也会怕啊 也不敢嘛 对吧 对啊 因为我觉得立文刚刚就讲 IMF就说 我就真的非常担心 当1930年就是一次大战之后 大家开始锁国 锁国之后就开始 因为彼此不往来 贸易不往来 就开始经济大萧条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还有西班牙流感 对 所以 西班牙流感也很严重啊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是倒过来 我们现在是 上一次的经济大萧条之后 最严重的 也是上一次流感之后 最严重的一个全球的疫情 对 就100年后 人类面对一个 这么严峻的 残酷的一个考验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考验所有的政府的智慧 你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办法抛下政党的 这种反离 然后包袱 你还在想恶斗 你看最糟糕就川普嘛 还在想选票 我觉得老百姓好可怜哦 日本美国人倒霉啊 这是遇到三件事情 对啊 川普选举加疫情 三个合在一起 结果美国人倒大霉啊 好惨好惨 好惨哦 我们在台湾已经要很习服了 真的 已经要很习服了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大家当然还是觉得 抗疫最优先 对 经济的危机已经出现了 未来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因为这个疫情会拖很久 为什么 因为最快的疫苗出来 还要一年多的时间 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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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比尔盖茨 微软的老板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音 他已经把大笔大笔的钱 投下去给全世界发 研发疫苗的最快的十个团队 然后又给他们大笔的现金 加速他们的研发 他说最快要十八个月 一年半 你有没有很恐怖 对啊 一年半 而且这个疫苗 听说它 它不是个生物 所以我们知道说不能叫变种 它就是开始在变形 它已经开始在适应 没错 所以我刚刚在讲的 很多的全球的经济专家 为什么非常非常悲观的原因 就是说你以为只有2020年吗 对 21年搞不好也是一样 对 所以这个就出现 我们有记忆以来 可能有记载以来 人类不曾出过 出现过的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大问题 是来自于疫情 对 因为你就是全球 其实就是shut down嘛 你不shut down没有办法 真的 真的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跟你讲没有人知道 真的 真的没有人知道 真的 因为我们对 我们对新冠 我说现在也是wild guess 防疫14天 在家里14天就好吗 不是21天吗 不是28天吗 它不会装死吗 然后阴性之后 有就做复养 对不对 以前SARS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说阴性了以后 又复养了 所以这种事情 你根本无法预测 那尤其对经济的影响 万一我们必须 长期抗战下去 对不起啊 我们身体可以 我们钱没办法 就很简单嘛 就说当好 今天如果意大利 西班牙 欧洲 美国的疫情缓和了 然后呢 你现在开始开放了吗 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国了吗 然后到处就完了吗 然后回来 出国回来 就通通不用居家检疫了吗 对了吗 对 对 你敢吗 敢吗 不敢吗 对啊 现在大陆就不敢了 不敢 未来台湾一定也不敢了 对啊 因为万一 又中起来要怎样 对啊 全功尽弃 对 所以你一定还是一个非常低度的流动 嗯哼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就是经济最大最大的杀手 你敢出去玩吗 疫苗还没有出来 不敢 你说现在西班牙疫情缓和了 哦 我们赶快组团去西班牙玩吗 不敢 不可能嘛 不敢 对不对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说要去西班牙回来 你要让他回来吗 你不让他居家隔离检疫吗 不可能嘛 是不是 真的 奇怪 立文 我知道立文真的很用功 所以会研究这个 可是我们执政党 民进党 你看一下吧 你看一下相关资料 看一下新闻吧 我上次 直询那个经济部长的时候啊 他快点跟我说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不会啊 我们现在很多都台商 就之前还没有发生疫情 去年选举就在讲 有没有 就说台商不是什么 几千亿要回来投资台湾吗 他也讲这个 他说不会啊 台商我们有几千亿 要回来投资台湾啊 一千亿是不是 一千亿啊 听说都是用借的 然后就说要回来投资台湾啊 所以台湾的经济没有问题 我想说你在跟我基同 要讲什么东西啊 所以这个 我真的不晓得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现状 都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都是 都是你看得到 接触得到的资讯 我们政府相关单位 难道不知道吗 然后他所 说出来的话 跟我们像立文 你执行的东西 我觉得 我们是平行宇宙吗 这概念吗 那种感觉 不是我们为什么生气 因为我们这实在无能为力 对啊 政权 治权 全部在你手上 我们就是 假的 而且问题也实际在发生 连国际这些金融组织都在 都在示警了 可是我们就 他說國際這個MF說負四嘛 負四耶 2009年也才負一還是負一點點多而已耶 現在是負四比上次金融風暴 金融海峽嚴重是很大 那他說台灣不至於負四 台灣如果零就很嚴重了耶 你朋友負四那是多少負一嗎 負二我們要很高興嗎 很高興嗎 就是你還是很慘嘛 不是我真的覺得沒有 我就覺得因為為什麼講了 我每次有時候講完就越來越喪氣 這件事很明顯的事情 然後講一些我講的就是一些關話 關話出來之後大家起到要死 也沒理會啊 最後呢他也不得不做 但是你就是慢很多拍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會慢很多拍 那很多在這個時候人民人民會吃很多很多 本來不需要吃的苦啦 但是你不至於 不可能政府看到人民都流落街頭了 都還不伸出援手嘛 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嘛 就是說差一個月差很多啦 對差兩個月差很多啦 差三個月差很多 差很多差更多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慢拍 在經濟這一塊 真的不是超前部署 而是太落後了 那麼 這個未來經濟如果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政府也不可能做事不管啦 做事不管也會被我們翻起來 他會被人家掀屋頂 但是呢這個時間差很多啦 我了解 老百姓這每天在受苦嘛 那我現在我只能勒緊褲帶啊 對啊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機會 歡迎回到我們中午好時辰 哈囉 歡迎回到中午好時辰 我是鄭師辰 今天非常高興請到國民黨的立委鄭麗文 我們談了三段 關於這個 怎麼樣去振興抗議以後的競技啊 所以我現在去了一兩間老店之後 都很慘齁 那個業績不都是掉五成以上 當然 五成以上 所以我現在要 我剛剛不是講說我要發起一個運動嗎 我現在每個禮拜要去吃一家 嗯 那也希望大家 盡量的來用我們老百姓幫忙吃 不然怎麼辦 可是麗文到時候 或外送嘛 你會不會又不會算明說 哎呦你又在群聚了 會不會 不會啊你去吃 找幾個人就去吃就好了 和自己去吃就好了嘛 對阿對阿 你也可以買外帶啊 對阿也是啊 對阿 對阿大家 就是說 用這樣的消費形式 難道要所有的餐廳都關門嗎 真的 怕群聚 對不對 那你就是要做好基本的防護 他們現在餐廳都有稍微有一個那個啦 真的 但很慘耶 不然怎麼辦啊 那你說我現在 我要怎麼活下去啊 我水已經淹到這裡 我要淹死了 趕快給我救生圈啊 然後說你等等你把你救生圈再給你雞腿 對 你上岸了以後 我就可以給你這樣 我想說我要滅頂了 哎 畢文我順便要談一下 雖然這個問題無幾 但是要談一下 國民黨 自從這次政權沒有拿到之後 其實民進黨的 對國民黨的照顧並沒有減少 還是在黨產會繼續說 你這個 是啊 當然啊 他說 不會手軟啊 我現在聽小新講說 政治人國民黨沒有經手過的土地也算在國民黨的頭上 然後 他們也要業績啊 對 真的 真的 不然的話 他那個什麼不當黨產 什麼轉型正義啊 對 他沒有存在的必要啊 我們要人民要付薪水給他們 真的 要付錢的 不是不用錢的 要花錢的 真的 哎 畢文可是現在 當然江景城上台之後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感覺到那個中央黨部 現在糟糕先管 然後 然後就說 怎麼樣去準結開支 然後當然 你要負責募款嗎 我們都有那個擴大 擴大嘛 對 所以 國民黨現在就說 我不懂了 因為國民黨現在真的很辛苦 光是中央黨部以前 我跟吳隊儀主席吃過飯 很慘啊 他以前一個月就是 他名單都列好了 每個月跟誰借錢殺千萬 對啊 然後地方黨部主委 也是要負責去接錢 還包括什麼區黨部 所以才會很多地方黨部主委 都不幹啊 真的 對啊 對 現在你覺得國民黨怎麼樣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能夠 很困難 很辛苦 好 那因為你又加上疫情 因為你國民黨就是募款嘛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借錢嘛 可是 前兩天談 你該去找 去找 去找 去找銀行紓困 好慘喔 可是 可是立文我要這樣講 就說 像國民黨的錢 大部分花在人事費上面 然後其他的 你如果沒有其他的錢 再去想說怎麼辦法 讓國民黨更精進 想出一些政策來 就是要截流 對 對 這個錢如果都花在人事上面 像戴在水底一樣啊 對不對 這不是很可惜嗎 就算你募到這些錢 基本上也只是應付 人事的開銷啊 國民黨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其他不一樣的想法 中間是我覺得有一點浪費 他那個大樓 我們現在的黨部大樓啊 中央黨部大樓 格局也很奇怪 國民黨也沒有租整棟啦 其他都是很多地方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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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在租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 對 我覺得那個空間的運用 還是可以更有效率一點 對 我覺得還是可以啦 像民進黨黨部 一點點而已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 或者是你有一些更活潑的 一些活化的一個運用 那我覺得甚至換地方也 也是不失一個作法 讓人家覺得國民黨有在改革嘛 對不對 然後有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因為你那個空間的設計 還是一個 就是現在國民黨那個空間的設計 不是一個很友善的 對外面的人不是一個很開放的 下去還要問他上去 然後不是一個很活潑的 對 那你自己在那邊工作 因為他本來這個大樓本身的格局 你也很難改 他本身的格局就很奇怪 對啊 所以你能改也有限 對啦 對 他本來現在這個格局也真的是 不是很好 嗯哼 對啊 不是一個很很很舒服的一個空間 嗯哼 那立委 在裡面都會迷路 呵呵 真的 真的 立委 我最後想問喔 因為您是國民黨那個的立委喔 國民黨這一次感覺上 最新的民調出來 我不曉得真的還假的 最新民調 大堆國民黨的立委的支持度 好像也不太高 嗯 那怎麼樣讓國民黨發揮小而美的 然後有變成一個 所謂很團結的戰鬥團隊 能夠發揮力量 因為現在 你知道他們 現在民進黨全情一時啊 什麼都贏了啊 啊 國民黨怎麼說 怎麼樣在這樣的情況下 能夠突圍呢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呃 就立法院的黨團來講的話 嗯 那當然就是說 一直被很負面的去 呃不斷的渲染 這個吳思懷跟葉玉蘭的 對對對 然後你要全黨上下一致的 去 爭取 去做這件事情 沒錯沒錯 那是什麼議題呢 嗯 才能夠真正打動 或感動 或感動老百姓的心 是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黨面對的一個很嚴峻的考驗 對 然後你必須展現全黨上下一致的團結 很清楚的論述 對 我再講一次 但是你的訴求 你要真的打動 或感動人心 真的 你的訴求 你的做法 那目前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覺得應該是要往這方向去努力 對啦 沒錯 對啊 因為 因為 我說實在 剛剛一文講的 我完全同意 不是葉玉蘭 不是吳思懷不好 而是他們很容易被抹黑 對啊 一抹黑 他們所說的話 質詢的重點就被無限擴大 是 然後 國民黨其他委員的質詢 就 就被 就晾在一邊了 對啊 而且因為現在在疫情期間 對 講來講去都是疫情嘛 對啊 然後大家又要順時鐘 哈哈哈 真的 所以會就變得很辛苦 那所以現在 呃 國民黨當然就選擇我們的強項是經濟啦 真的 就剛剛講的 紓困這一塊 真的 那我覺得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畢竟 呃 這個疫情的衝擊 我覺得對未來 整個的國際政治 對於台灣 所有的這種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形態的衝擊是很大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時刻 你怎麼樣 在面對一個重大變局的時候 提出一個有未來性的 真的 然後真的能夠 呃 再講一次打動老百姓 而且提出來以後人家到時候 嗯 政府沒有做人家說 欸 你看國民黨他幾個月行都提出來了 你們怎麼沒有做呢 就是說其實國民黨不是只有兩岸的穩定而已 對 譬如說好了 就這次防疫好了 那是因為台灣有一個非常非常健全在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全民健保制度 嗯 那這也是國民黨所創立的 對 建立的一個制度 對 那這難道不是一個政績嗎 對 那這個東西是無關統獨意識形態跟兩岸的 完全無關 而是一個完全是民生的東西 對 但是它是一個 做了以後我們是全世界樹大木子的 那下一個制度是什麼 哦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我懂 那一個是什麼 台灣今天需要的是什麼 對 對 對 換我們講來講去就是 哦 卡共也是這樣啊 卡共也是這樣啊 那有一些都是打死結無解的 對 就變成只是一種口水 對 意識形態 藍綠惡鬥 老百姓也很厭煩 對 但今天這個世界的變局 科技的進步這麼大 嗯 但是又伴隨著在政治上經濟上 嗯 的很多奇怪的衝擊跟變化 嗯 那這時候都需要新的想法 嗯 新的制度 嗯 那台灣過去我們做得很好 對 那未來 我們現在提供給全世界人類說 你看我們的全民健保 你看我們的防疫做得很好 那我們還沒有提供別的呢 就像施誠你一開始講的啊 我們以前也曾經創立過經濟奇蹟啊 是啊 很多其他國家也想學台灣 是啊 我們也創立政治民主的奇蹟 對 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和平過度轉型的國家 對 那其他國家難道不想學嗎 嗯哼 那我們也有全民健保人家也想學啊 嗯哼 那下一個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多變的 市局裡面 嗯 台灣可以創立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嗯 讓台灣人過得更好的 然後全世界也值得來學習的呢 嗯 立委 這不就是政黨政治存在的目的 不要老是講說過去怎樣怎樣 然後民進黨說過去怎樣 國民黨過去怎麼樣 我們講講未來嘛 立委 我問你那 我們江主席有在有在想這方面的事情嗎 這你要去問他 哈哈哈哈 喂 你不能只在媒體上面講 我沒有負責他 我沒有負責他的 沒有我是說我真的不知道啦 對啦 我想他會在想 因為他 他有些在想一些變革啦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沒守成規的主席 因為國民黨不變革也不行啦 對啦 到時候人家不care 國民黨在不在了 那就麻煩了 我跟妳講 現在已經很多人這樣了 真的真的 是啊 我覺得現實是如此啊 可是我跟妳講 當沒有足夠的在野力量去balance這個政權的時候 真的就麻煩了 是啊 對不對 這個事情 民主政治就會就會全情 就到處變成一個民主皇帝就會麻煩 所以國民黨要好好想一想 好 因為時間關鍵 非常謝謝國民黨的立委 鄭立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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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請繼續收聽的DJ Lex主持Bub國際線歐美航班 我是鄭師長 我們下周六同時間再會 拜拜